网络流行文化 分析档下网络流行文化 引言 网络流行文化的崛起 在21世纪的数字化时代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流行文化逐渐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最初的文字论坛 聊天室 到今天的短视频 直播平台 网络文化的多样性与传播速度让人惊叹 社交媒体的兴起 特别是TikTok Instagram和微博等平台的流行 使得流行文化不再是少数传统媒体的专利 而是由每个网民共同创造和传播的全球性现象 网络流行文化的核心 是它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还映射出了网络社会中的集体情感 幽默 价值观 社会任同级消费文化 它是一种非线性的文化现象 迅速起伏 随时变化 但同时也能带来降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全球范围的共鸣 本文将深入探讨档下网络流行文化的核心特质 表现形式以及其对个体 社会 媒体的影响 并分析网络流行文化背后的社会机制与未来走向 第一部分 网络流行文化的基础特质 网络流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网络的普及与技术的进步 根据当前的观察 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基础特质 一 即时性与高传播速度 网络流行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即时性 随住社交媒体平台和即时消息应用的普及 信息几乎可以在瞬间传播到全球每个角落 例如 某一个短视频或社交媒体帖子一旦受到关注 便会迅速变成一种热梗 并且广泛传播至不同的平台与地域 这种即时性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 也让流行文化的兴起与消亡变得更加迅速且难以预测 2. 碎片化与多样化的内容形式 由于网络平台上的用户群体具有高度的多样性 网络流行文化的内容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质 短视频 shift动画 表情包 挑战赛等形式呈未荡下网络文化的主流 它们的最大特点是简短 直观且具备高度的可分享性 这样的内容形式往往更符合当代人的快节奏生活方式 使得信息消费成为一种轻松且低门件的社会活动 3. 群体创作与协同文化 网络流行文化的形成并非单一创作者的产物 而是来自无数网民的集体创作与协同过程 这种协同文化使得网络上的每一个网民都有可能参与到文化创作与改变中 并且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 网络上的表情包 梗图 模仿挑战等 都是由众多普通用户共同创作 修改和重新演绎的产物 这样的集体创作模式打破了传统文化创作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使每一个网民都有可能影响流行文化的走向 第二部分 网络流行文化的表现形式 网络流行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从最初的文字游戏到如今的视觉内容 再到增合的跨媒体互动 这些表现形式各具特色 丰富了网络世界的文化景观 以下是当前网络流行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 短视频与挑战赛 以TikTok 国际版 和抖音 中国版 未代表的短视频平台 已经成为档下最具代表性的网络流行文化平台 这些平台不仅让用户能够创作 分享短小精悍的视频 还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和流行活动 例如 冰桶挑战和口红挑战等活动 虽然是由普通网民发起的 但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 迅速形成了广泛的文化现象 甚至引起了全球性关注 2.表情包与梗图 在日常网络交流中 表情包与梗图已经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微信群聊还是微博互动 表情包已经无所不在 这些表情包和梗图并非仅仅是情感表达的工具 它们往往隐含住一定的社会意识 情感共鸣或者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内涵 例如 狗头和捏捏捏这类表情包 背后承载着一种特定的幽默语境和文化情感 3.直播与网络红人文化 随着直播平台的崛起 如Twitch YouTube Believe Believe Believe等 网络红人或主播已经成为当代网络流行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这些网络红人不仅以个人魅力吸引大量粉丝 他们的行为和言论也会引发大量模仿 调侃 甚至引起社会关注 例如 某些游戏主播的直播间 会成为一个集体娱乐空间 甚至成为某种社会现象的发源地 4.游戏文化与虚拟世界 网络游戏和虚拟世界的发展 让游戏文化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网络流行文化领域 无论是英雄联盟还是王者荣耀 都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 他们在网络上形成了强大的社群 并且孕育了大量的文化元素 耿语和活动 这些元素进一步推动了网络文化的多元发展 第三部分 网络流行文化的社会影响 网络流行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既有正面积极的一面 也不乏负面和挑战性的一面 这些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甚至社会结构 1.塑造集体记忆与社会身份 网络流行文化具有强大的集体性 它能够让不同地域 文化背景的人群建立起共同的文化参照点 例如 某一个全球流行的挑战活动或耿语 能够迅速成为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使用的符号 并且成为人们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集体记忆的建立 有助于促进不同社群间的情感共鸣和认同 2.打破传统媒体的文化垄断 在传统媒体时代 文化的创造与传播往往掌握在少数传媒公司和精英手中 而在网络时代 文化的创造权已经逐渐下放到每一个网民手中 这种变化使得网络流行文化的内容更加多元化 也让更多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得以表达和传播 例如 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二次元文化 宅文化等 这些曾经被视为小众的文化 逐渐突破了地域和社会阶层的限制 成为了主流的文化现象 3.社会价值观的挑战与重构 网络流行文化在挑战传统价值观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价值观的重构 在网络上 许多话题的讨论不再受限于权威的解释 而是更偏向与网络群体的共同参语 这不仅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 还让一些曾经被边缘化的观点有 了发生的机会 这些多元价值的碰撞 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四部分 网络流行文化的未来趋势 随助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网络流行文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虚拟现实 VR 人工智能 AI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 可能会进一步改变网络文化的形态和传播方式 1.虚拟世界的日益融合 随助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 未来的网络流行文化可能不仅限于视频 文字和图片 还将进一步向全审进市的虚拟世界扩展 例如 虚拟角色的崛起 会让虚拟人物成为新的网络偶像 甚至会在某些领域取代现实人物的地位 2.人工智能的文化创造与改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成为未来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AI 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预测和创造流行趋势 并且能够自动生成内容 进一步改变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 3.网络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地化融合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网络流行文化将进一步突破国界的限制 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广泛的共鸣 同时 随住本地文化的多元发展 网络流行文化也将进一步融合地域特色 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表现 接规于 网络流行文化的未来与挑战 网络流行文化的兴起 深刻改变了我们的娱乐方式 交流模式 社会关系乃至价值观 在未来 随住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融合 网络流行文化将继续影响住全球各地的年轻人 并且形成更为丰富 复杂的文化生态 然而 随住网络文化的发展 也面临住不少挑战 例如信息过载 数字媒体的权威性问题 社会价值观的偏差等 如何在创新的同时 保持文化的理性与深度 将是未来网络流行文化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这篇文章的框架提供了网络流行文化的全面分析 涵盖了其特质 表现形式 社会影响以及未来趋势